太太 感謝這些護理人員的心情照顧 深深一鞠躬 感謝醫護人員 被吞家族群聚染疫累積 二十一人確診 他是李家的大兒子 終於順利康復 出院當天剛好是他過時父親的生日 護理師跟醫師們對我選擇的照顧 讓他能夠搬到回家 不要哭 哭 他太太喜急而泣 止不住眼淚 哽咽著說家人動算能團圓 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可能要在裡面待個一個多月 北屯家族李家大兒子 5月28號入住地中檢疫所 結果5月底突然腸胃不舒服 6月3號血氧濃度下降至80% 情況一度不樂觀 送醫治療6月25號才出院 是兩邊周邊的禁忍這樣子 他用了蠻高濃度的氧氣 同時上了一些抗密毒的藥物 台中北屯大坑家庭群聚 手裡確診712歲婦人和78歲丈夫 李姓孫能相繼過世 還好大兒子順利康復返家 不過也讓鄰居忍心惶惶 康復出院的李先生走路還是有點喘 目前要自備血氧機和氧氣瓶 遇上突發狀況才可以自救 同時也在自主健康管理 盡量不出門將感染機率降到最低 記者聯名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